爱情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 大家往往可以在各种作品之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 这个时候老司机可能会想 人与人之间恋爱老师看得多了 那人与妖的恋爱呢 无妖小红娘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它讲座了人与妖之间的爱恨情仇 出了王权篇之后 她的人气更是一度飞升 然而这一次 无妖小红娘以手游的形式再度回来 再次为玩家演绎人妖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王权篇的经典画面 也这样以游戏建模的方式再度还原 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 万水千山你愿意陪我一起看吗 这一篇讲述的就是一个除妖世家的公子哥 却爱上了一个蜘蛛精 结果被族人围剿的故事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篇章 好了我们直接开始 这个就是我自己 原来我长这个样子 出场的时候还会自己念一首诗 不愧是我 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自由感受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了 你比方说我现在在红仙客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场景 见了确实有那个味道 然后这里我们发现有一只图山叔叔 我们上去跟他说话 好不好玩呀 你看他嘴上问我好不好玩 实际上想把我传走 但是我拒绝 我要继续在这个红仙客栈里面玩 等一下我好像有更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抽卡 又到了振奋人心的抽卡时刻 无药小红娘真的有非常多充满魅力的角色 不管是男性角色还是女性角色 所以我真的很期待这款游戏的抽卡 会让我抽出啥来 那我们先来一发单抽 你他喵的是谁呀 这款游戏怎么连这种角色都做的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以为我刚刚是单抽 那我们来一发十连 都是什么妖魔鬼怪 我操 这个角色我记得你 就是你给了个下级预告 结果到今年都没出下级 我好难 我们继续抽 现在出了一个熊猫 你确定我玩的是狐药小红娘 不是狐药动物园 这里又出了一个墨小凡 我们看下一个会出什么 而我不知不觉把自己遗忘 只想为你完成那个梦想 在眼泪中有恰 狐药 是因为谢谢金家铭得了伤悲 求精心将杀入他 来了来了 狐药他来了 我终于摆脱狐药动物园了 那我们接着再来一发 我就知道一秒变回狐药动物园 好那我们再来一发 这个居然是青铜 还是长大之后的青铜 那给我来个王权富贵呗 不亏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红仙客栈 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抽到的角色 放在客栈里面 好那么这里我们先把 涂山酥酥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客栈满上 然后你只要进入对应的房间 你就可以跟这些角色进行互动了 你看这里你点他 你就可以跟他进行聊天 我喜欢玩的东西 要去看看吗 一天又过去了 酥酥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啊 然后这里你点这个手 你就可以跟他进行进一步的互动 这里你比方说你可以摸一下他的头 倒是哥哥说 酥酥的脑袋是不能让人随便摸的 嘶 撕下耳朵 你他们要的是没有地方可以碰了 我的求生欲告诉我不可以碰其他地方了 听说这个游戏的互动做的还是很丰富的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自己体验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涂山芽芽 你期待我会对你说稳啊 大家都知道一般这种冰冷的角色 都是不可以摸头的 那我们就是要挑战他 他们要的居然可以摸头 为什么酥酥不行你可以 走开啊 难得管你 你为什么要凶我 我们要去找富贵玩了 猛男选择跟男人互动富贵我来了 让我们来抚摸一下他的胸肌 你觉得很有趣吗 我觉得好有趣 你看他现在比较害羞 是因为我跟他的好感度 现在还处于相遇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选择给他送礼物 除了互动之外 送礼物也可以提升好感度 提到一定程度 你就可以像这样解锁 跟他的角色故事 然后还可以开启新语音等等 那我们这里果断给他满上 其实你不必做了我任何东西 这里因为每天有上限 我这里已经送到了相知 我已经提升两个阶段的好感度了 再去跟他互动 看一下有什么改变 我们这里进入他的房间 就摸一下头吧 诶过分了吧 真好教的吗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些角色的战斗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角色非常的多 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大家知道这一类游戏 经常你拥有的角色很多 但每次只能上一点 但这个游戏就没有这种烦恼 只能快出涂伤红红 这个游戏一开始 每个角色有两种技能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一个不消耗法力值的普通攻击 跟一个消耗法力值的大招 总而言之就是设计的 非常的简单容易上手 你看这里 王全富贵的天地一剑 在他身心之后就会变成真天地一剑 进入会变得非常的酷炫 然后在他带走角色之后 他可以进行一次追加攻击 这就是这个角色的强力之处 大家知道回合制游戏 你能多追加一回合 真的是非常强力的一个事情 当然你也能看到我们的主角 也就是我自己也在场上 而且这个主角很强 我们最后丢一个破坏时光 直接结束战斗 那么这一次呢 带各位体验了一下 这款狐妖小红娘 给我的感觉呢 就是这款游戏要素非常的多 玩法呢也非常的丰富 我觉得真的值得去下下来 自己体验一下 去感受属于你自己的 狐妖小红娘世界观 我是水无月君 我们下期再见